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睇开市感浪 我是康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隔晚的收市表现 美股个别发展 到期私指数反复高收 全日高低点数波幅近300点 收市部26186点 上升37点 升幅超过0.1% 标普500指数 未跌收市 报2821点 下跌1点 多价大型科技企业 陆续公布业绩 科技股回落 纳斯达克指数 收市报7385点 下跌25点 跌近0.4% 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个别发展 回控ADL 较本港收市价折合上升6.01先 报84.66 中移动报81.83 下跌0.21% 中联通报11.68 下跌0.21% 中人秀报26.4先 下跌1.17% 三桶油都是向上 中海邮报12.36 上升2.32% 中石化报6.78 上升1% 中石邮报6.13 上升0.42% 看看欧洲股市方面 欧洲股市下跌 倫敦富士100指数 收报7490点 跌43点 花兰克福Dex指数 收报13003点 跌185点 巴黎Cat指数 收报5454点 跌27点 看看商品期货方面 油价上升 美国能源资料署公布 去年11月原油日产量47年来首次超过1000万桶 接近最高产量纪录 但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 严格执行减产贴乙 则对油价带来支持 纽约旗油收市报每桶65.8美元 上升1.7美元 胜伏油1.7% 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69.65美元 上升76美线 胜伏油1.1% 看来金价方面 金价摘幅上升 市场正待美国劳工部 今日稍后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 纽约期金收市报每桶1347.9美元 上升4.8美元 胜伏油0.4% 现货金报1349.39美元 看美元汇价 美元下跌 汇商指 美元欠缺利好因素带动 另外 市场关注美国即将公布的一月就业数据 包括飞龙新增职位和平均时薪等等 美元指数报88.625下跌近0.6%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188 日元109.41 欧元1.2507 英镑1.4264 瑞士法郎0.9262 家元1.2263 欧元0.8033 樓元0.7388 和大家看美国国库债券息率的表现 10年期债券息率部2.78 30年期债券息率部3.01 今天的环节 请来Rafi 做嘉宾 Rafi 你好 Rafi 你好 看看美股的表现 昨晚美股表现都是麻麻 因为美国债券知息上升 50年期国库债则率創了三年的高位 升到2.78% 30年期债券息率都升了3% 令市场对于通胀的忧虑都升温 同时多谢大蓝筹公布的业绩 虽然不错 好像Facebook、Visa等等 但是它的表现股价都是下跌 其实市场入市的气氛 是否都比较审慎一些 当然短期来说是审慎一些 特别你看到之前 譬如前那天公布完的业绩结果之后 其实大家已经对加息的预期 可能再升温了 再加上看到昨晚来算 美债债息也能抽上去 最后反映一点市场 都觉得可能加息破坏 真的会再快一点 不出奇 所以这点的确一点 对美股来说是比较不利 但当然你看到昨晚美股来说 虽然曾经跌得很深 开始那一刻 但之后又再抽过上来 但最终倒昇不到 又再跌几点去收 当然跌幅又不算太大 但刚才提到模仪短线 可能反复偏远一点 一来刚才提到一点 可能担心着加息的预期 二来近期仍然围绕着企业绩 以及有不同的数据也会公布 而企业绩刚才提到 虽然Visa、Facebook是不错的 但结果有没有很大的驚喜 暂时又看不到 所以至少大家预期了 今次业绩期 大部份企业实质的业务 其实不是会变得太差 只不过各地会受到碎果因素 有些撥秘因素 大数上说不太好 但核心业务大家预期了 所以今次出来的结果 我只不过很多只要符合预期去走 即是有没有很多的惊喜 是有很大的刺激 暂时又看不到 所以反而看到很多时公布这业绩 虽然是对板 但对股价不会有太大的支持 不会有太大刺激 所以对美股来说比较难有太大推动 昨晚也是这样的情况 再加上今晚也有其他重磅数据 就是飞龙数据也要公布 这也是看完之后 可能跟之前提到加息爆发的预期 有没有改变各样的事情 所以在一个比较有的观望因素之下 仍然昨晚的美股反复得来偏远些 如果短期来看 一来当然看着今晚的数据 如果加息真的很好 令大家又再觉得加息爆发会再增很快 可能今晚辌燥之下不除奇 但是干了出来外 SENения 只是和雨期差不多 或者缓元少了 不要太多 敌一点 令大家再加息爆发的升溫性 去低一点 可能美股有些反弹才不奇怪 所以方向短所要看今晚的数据 而后市每选就是 going forward 看美观能否大固 可能会看到近期美匯也好 或者美债息也好 究竟可不可以净望人持之下 如果能够定一些 令整个美股的气氛立观 我相信都有机会再向上市高一点 好 接着说说港股的表现 现在恒指跌224点 报在32,421点 其实昨天港股恒指高开低走 跌超过200点 加上昨天看到内地股市依然疲怨 外围表现亦受着债息上升影响 要料恒指在2月份的表现 是不是都比较反复 是不是都要等在新年之后才可以明朗化一些 当然暂时市场是这样的共识 普遍都会觉得农历年前 可能市场又来静一点 或者北水又会停了 甚至乎过一个月升了这么多 几个因素加上可能都要停一停一停一停 再加上近期 比如外围来计又在反复 即是你见到债息那边又乱动 再加上A股又严重一点 似乎几个因素都有个共识 就是觉得这一刻港股是有需要 可能做一些调整或者偏远一点 这个我都认同 我觉得这段时间可能市场真的反复一点 或者未必有即时像上个月这样 向上冲或者升太高的一个情况住 因为畢竟始终真的升得太多 过这个月 我觉得现在休息一休很正常 但是你说是否休息一休息 等于不会如何移动 或者不会有很大的波动性 这一段时间也说 我觉得未必完全可以这样去预期住 因为其实反过来看 可能没错成交是低的 或者是北上停 或者进来的速度没那么快 但是成交低 会不会反过来看我试试是容易移动 其实又不奇怪 所以反而这段时间就会觉得 你说方向性真的不是太明显 但是一定不移动或者很静 其实又未必 可能波动性是会有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需要留意一点点 而甚至乎你说是否等于放浪漏年假回来 可能市场在二月尾段才会做好一点 这个也是市场现在暂时的共试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放浪漏年假 慢慢大家肯进入市场 或者随着北水又回市 又有多些钱涌回来 这个想法也对的 但是我觉得到时来价要再看一个地方就是 因为始终二月中后段 越来越近就是三月份的业绩期 当然这次预计期是好的 现在近期很多交流出盈起 或者之前都预期了 因为始终去年的机型环境 真的有个不错的改善 但是会不会大家可能因为觉得 之前预计好了 而很多股份股格局都上来了 会不会反而那一阵二月尾不追着 可能就是慢慢等业绩再出来 才再考虑回来 这个又不出奇 所以我觉得又不是说有个必然会这样走 有这样的机会可能到时转转走是不出奇的 所以反而我只觉得暂时一阵一阵看着先 所以短期来说 我觉得一个港股 如果你说真的比较明显 就是短时支持 这几天都说了 就是条20天线附近 其实慢慢上下上下都上了32,200这些位置 我觉得看着这个位置先 就是初步来说 这个位置只要不穿 我觉得其实暂时问题就不大 但是上面来说要回上333 或者试回之前344的高位 这一刻来说的确就难一点 因为始终明显地动力上看 是有少少少的减入为主 另外我们也看看手机设备股 昨晚苹果公布了第一季的业绩 对第二季收入的预测是低于市场估计的 消息就加强了市场对iPhoneX不受欢迎的忧虑 昨晚苹果股价下滑了0.9% 但是之后苹果表示 可能动用1.27万亿的现金 作为股份回购收购等等的用途 令到苹果股价又升上来 今天一些手机设备股 好像信誉和瑞昇都跟着消息向上 信誉就升了1% 瑞昇就升了3% 但是iPhoneX的消情 大家一直都有些担忧 长远来说 对于手机设备股会不会继续有负面影响 当然暂时来计就负面影响是有的 但是你说对各别手机股的 例如股价的震荡 没有之前那么大和那么深 现在来说我觉得又未必那么明显 因为始终一来市场慢慢都接受了 iPhoneX的销售可能不是那么好 甚至乎之前大家估计不好 到这下苹果都公布了上规数字 而的确都见到就是iPhone 当然它没有分开iPhoneX、8、7 就是每条数字给大家看 是总看iPhone机的销售 的确说真的它是没有市场预期那么理想的 但是如果拆分开当中来说 计算机指加入空价反而有后来说 反正再说 例如按照片我们的销售很多新款的手术 如果大家也知道 è grabs至新型号 基本上的量比預期是少 這是真的 但是你說會不會再有一個很負面的衝擊 不如有人對星星 或者信義這些大的衝擊 現在看來又未必 所以你見到今早回來 星星的股價是有些反彈的 當然彈的空間不算多 但是有些反彈 但是我覺得接下來怎樣看呢 短線來說 當然這個版法也會比較反覆一點 因為就著大家的股價iPhone X的情況不是那麼好 但是之後 其實之前都說過 估計有機會出一個新的iPhone X的所謂便宜版 如果真的這樣走 而價格下一點 令市場是受歡迎的 相信我覺得吸引性會是多一點 從而對相關股份的訂單 其實也會多一點 所以前景我覺得暫時又不是太偏 甚至乎要選擇的 其實你說怕蘋果的 就不要選水星 可能選順宇 做國內基品牌多一點 相對影響性我覺得也未必那麼大 所以中長線暫時仍是中性樂觀 特別選順宇 當然短線來說 可能還會比較反覆一點 好 謝謝Rafi的分析 申報有沒有持有上述太球報的股份 也沒有持有的 好 謝謝 這節的節目就差不多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稍後見 以上資訊由耀才 Money Hunter 提供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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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